高雄市議會昨晚加班審議109年度的總預算案 引爆藍綠兩黨的戰火 民進黨高雄市議員鄭光峰對藍營的做法相當不滿 民進黨團譴責國民黨以擠進包裹表決方式是背棄議員職責 但是主席副議長陸淑美也對綠營不斷想清點人數干擾議事進行表達反對 可是貴黨一再的清點人數來這邊要暢所欲言 為市民為民喉舌的都沒有辦法發言 從下午3點開始藍綠兩黨就為預算攻防速度交鋒 這民主法治國家這是高雄市議會 中華民國的高雄市議會 為什麼要搞到巷子讓我們在下面聽了半天 做了很多功課也不能講 預算審查一直持續到晚上9點20分才表決通過 但民進黨對國民黨預算完全不給身的做法相當不滿意 因為就連之前被擱置的預算也強行通過 綠營認為這麼做 不但沒有替市民看顧荷包進到審查預算的職務 還指責國民黨背棄議員值守護航市府 一定會受到人民的唾棄